菩萨会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你才知道法华经是跟华严经一样是精中之王的 为什么呢 请看下面 接下来这一段我要介绍佛塔 佛塔在我们法华经里面的第十一品 剑宝塔品是非常重要的 好 佛古代的时候严格说佛在世是不准弟子去磕佛像 因为出家人不可以拿刀 更不可以砍树叫坏鬼神村 因为树有树神就像地藏经讲 山神树神地神水神海神 所以出家人是不可以拿刀子砍的 中国禅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那是中国文化不得已开源的 但是严格地说出家人是不要去种田的 你出了家去种田那你就不要出家嘛 你专心啊 出了家的目的就是全部的生命跟体力 要好好的学习佛法 学文思修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南传佛教是不准拿刀子跟雕木刻的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佛怕弟子着相是不可以做雕像 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 佛上身套利天公为母亲说法 三个月 结果当他回来的时候 地球的这个所有弟子都很想念 释迦牟尼佛 结果一个莲花色比丘尼 他有神通 变成转轮圣王 第一个跑来接佛陀 有没有 然后呢 这时候因为他是转轮圣王 所以所有的国王跟比丘都退后 让他生前 他说世尊我很想你 我是第一个来见到你的 佛陀说 你不是第一个看到我的 你第一个看到的是我的色身 须佛提 他虽然没有来接我 他在深山里思维打坐 他思维我教他 缘起信空的道理 他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 这个说明 见佛有两个 见佛的色身 还有见佛的法身 结果莲花色比丘尼呢 大家闻一闻 为什么这个转轮圣王 有莲花香擦香水呢 佛说莲花色比丘尼 你现行吧 他就变成现原来的样子 他就跟佛忏悔 他说照戒律 你不可以站第一排 你是比丘尼 应该站后面的 他说不要执着 你见我的形象 你心见法 即是见佛 所以佛在南传佛教里 是不准雕佛像 那不准雕佛像 佛灭度以后怎么办呢 就有菩提树叶 法轮 还有佛的脚印 来代表佛的象征 这个 请看这张幻灯片 Buddha Footprints 这个是在菩提家也里面呢 亲自挑的佛的脚印 象征着我们 Follow the Buddha's Foot 所以意思说 跟着佛的脚印 而学习正道 下面一张是 台湾高雄紫竹林金社 而大殿建的这个佛的 用大理石刻的 佛有千佛轮向 佛的脚印哪里还可以看到 各位有机会到泰国 泰国有两三间房间的 卧佛 同流经的脚底 就有千佛轮向 那是佛的功德力而显现的 有人就说 哎呀佛的脚 怎么这么多花纹 那看一看我有没有 假如你有的话呢 你看 你看啊 你也是修得不错的 但是这不是刻上去的 佛的每个脚趾 佛的每一个呢 都是它多生多结的 功德力自然显现的 好 接下来 佛灭度以后 到了大乘佛法 要纪念佛陀就用什么 Stuva 摄立塔来代表 这个是佛初转法轮 路远院杜比丘的 印度式佛塔 在Valana Si 你可以看到好像两个面包 对不对 事实上 这个不同历史 所看到的佛塔不一样 再接下来再看 下面呢 是印度式的佛塔 叫散吉佛塔 初起大乘在一二世纪的时候 建了这个佛塔 目前这个佛塔 在伦比尼远 是日本佛教徒 全部出资设计 按照一二期的 散吉佛塔 重新而雕的 非常非常庄严 在伦比尼远 佛陀出生的母亲 出生她的地方 这个是伦比尼远的侧面 这些都是我拍的 拍的很不错 我从来没有学过照相 但是 阿弥陀佛 为了利益众生 我很欢喜地学习 不然你们不可能去的嘛 对不对 很难得的 大家假期都没有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佛塔非常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再看 在这个伦比尼远佛塔里面 它就依什么 依妙法莲华经 佛塔有东南西北 在正中间 你可以看到 就是日本式的雕像 是铜流经的 全部从日本印到伦比尼 是日本人发起 全世界的佛教徒 一起供养 设计是日本人 你看 它这个呢就是 天上天下 无如佛 十方世界 什么 亦无比 世间所有 我境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它就是雕佛 刚出生的时候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佛采七步莲花 所以它下面写什么 广供养舍利 有没有 这是指 然后你仔细再看 这个局部放大 它后面是写 大乘妙法 莲华经 所以这个时候的设立塔 它是以法华经的 而设计的 接下来 佛 成佛 降魔 你看 叫做 国安正立 就是国土安伦 而我心正大光明 而能够降魔而成佛 这是第二个图 它是东南西北 绕着这个塔 有四个面 第三面 佛 我此土安寅 佛为众生讲 妙法莲华经 前面呢 有所有的弟子 在家出家 听佛讲经 非常非常庄严 接下来 佛入涅槃 诸天 及天谷 佛灭度的时候 在涅槃经里面呢 有说 当佛灭度的时候 菩萨们知道佛 无来远无去 所以他就是 很宁静的合掌 可是声闻中呢 放声大哭 肝肠寸断 他说 完了 我跟着释迦摩尼佛 已经要灭度了 就像黑暗当中的 这个灯塔跟光明的灯呢 已经黑暗了 所以佛就讲了 法华经 完了以后讲 涅槃经 然后佛呢 就在 Kushinagala就入灭了 居士纳罗城 这个就是 尼泊尔 尼泊尔伦比尼岩的 大佛塔 接下来再看 第九章幻灯片 是佛在 菩提加也 衔接称佛的 这个佛塔 这个佛塔是后来才建的 所以刚才我放在历史上 我介绍的顺序是按照历史发展 所以这个是 贤结千佛的大佛塔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佛教徒 有几个地方你应该去 第一个 贤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我知道新加坡现在也有很多朝圣团 你就发愿吧 能够呢 一生去一次 讲个舍利塔的故事给大家听 在西藏里面经典说 有一次有一个猪 他被人家追杀 然后呢 猪的身上是很多泥浆的 结果呢 他在追杀的时候 他跑出来 他东当一旦西看看 没有地方 他刚好有个舍利塔 在那边 他想可以保护我 他就跑过去 然后呢 后面人追他 他就一直绕着他跑 一直跑 跑三圈 跑完以后呢 因为他在跑的时候 他身上的泥土啊 磨到了舍利塔 刚好把舍利塔的那个破缝呢 给补起来了 因为这个功德 来生他就当大饭天王 这是真的故事 可见绕塔功德还是很殊胜的 你看 他还是在慌乱中啊 事实上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舍利塔 他就跟着跑 跑跑跑跑 跑三圈 对不对 结果呢 那他就当大饭天王 所以你看到舍利塔 你就要象征着 诸佛的色身跟法身 你甚至能够用香花灯果竹的 供养礼拜 那将来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在西藏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建舍利塔 有八项成道的舍利塔 有连十八变的舍利塔 有八大菩萨的舍利塔 所以应当发愿去 衔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你现在看到的衔结千佛只是这样 可是在菩萨 在天龙八部 在阿罗汉 这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净土 跟一个坛城 很多天人菩萨还在虚空中说法而修行 而且很特别的是 这个地方设立塔是南传跟北传 藏传的三样 三个传承的法师都会在这边共同共修 下面一个是西藏式的佛塔 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满院大佛塔 这是西藏式的佛塔 这是莲花生大师建的 所以第二个应该建议你去的地方 是应该去这里 我去了这个地方三次 然后呢 这张也是我拍的 它是用地水火风 听好 西藏建塔的时候 最底下是地 最底下这一块横的 第二个圆的是叫水 接下来尖尖的那个叫火 上面的那反盖叫做风 表示呢 四大五蕴和合而成的 代表地水火风 所以建佛塔 它是有它特殊的造型跟意义 那这地水火风转变成为 五佛 五方佛的智慧 我们曾经到那边去议诊过 也关怀过那边的出家人 甚至发放当地贫穷人的衣服 所以我们点了十万盏油灯 请看 哇 很庄严 十万盏油灯 那是很多很多团体 一起来累积积聚的 所以西藏人是非常喜欢点油灯 点油灯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所以这是西藏式的佛塔 再看下面 另外一个 这个是西藏尼泊尔 尼泊尔右边 刚才叫Vodhanata 就是连师的满院大佛塔 左边有一个叫Svayampu 简称为侯庙的佛塔 就是这个 这是在天空中拍的 也是非常的庄严 西藏式的佛塔 那西藏式的佛塔 不但用佛塔 最后也图像化 变成曼达拉 就是净土 你假想一下 现在是一个中国宫殿护城河 又有四边 然后你在虚空当中看下来 就是一个圆的 方的 圆的 所以最后 曼达拉也是象征佛的净土 这个是十轮金刚的这个曼达拉 在达拉老妈的大招式 达伦萨拉拍的 接下来再看 西藏跟中国 按照融合而成的 是五台山台淮镇的 西藏大白塔 这张照片前一次看过 也就是说 它可以看到 上面它还是按照地水火风 但是它面面变长的 每一段呢 它变一格一格的 所以这里面有 释迦摩尼佛 还有过去迦瑟佛的设例子 那这也是文殊菩萨的愿力 所以在五台山的台淮镇 像五座山的镇中间 有一个设立塔 所以这是西藏跟中国式 结合而成的佛塔 接下来在历史演变以后 中国式 楼阁式的佛塔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 敦煌高窟 你看一层一层一层的 中国人很喜欢宫殿楼阁 所以你看 本来在瓦拉纳西是两个面包的 现在就变成一层一层的 所以可见佛教 它有广大的历史文化变化的 接下来再看下一章 这是我们当时去云钢石窟的 释迦摩尼佛 这是全部跟我朝圣的学生 我们都非常的欢喜 其实朝圣真的很高兴 你看我们大家 脸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不像大家一回来工作 就脸非常的难过 接下来再看云钢石窟里面的 二佛并坐 这个前面介绍过 释迦摩尼佛跟多宝佛坐在一起 你看到的右边是多宝佛 好 再看在云钢石窟里面的 多宝佛塔现前 这个是多宝佛塔 一层一层的 你看事实上多宝佛塔这样建 是中国楼阁式佛塔的概念而建成的 那多宝佛塔在左手边 你可以看到未来千佛 你看下面一张 在右手边可以看到过去千佛 多宝佛塔的背后 有现在千佛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千佛 就是你们常常过年的时候拜的三千佛灿 就是这个 接下来看日本式的 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 在大唐时代传到韩国与日本 日本现在也保留了很多佛教的文物 很多早期的唐朝时代的建筑 你在中国大陆因为历史的因素被破坏 而你现在看不到 可以却在京都 东京或大阪可以看得到 你看日本人这个就是叫做楼阁式的佛塔 注意这楼阁是五层楼 代表五方佛 由我们的五种烦恼 贪嗔痴慢疑 五毒转成五方佛的五种智慧 所以这张照片是我学生拍的 拍得非常好 接下来你再看台湾式的佛塔 华人的呢 骨灰塔就是这样 严格说塔是不可以放骨灰的 严格说塔只能放佛的设立跟经典 而且塔只能比丘住 很抱歉 连比丘尼都不可以住塔 可是现在呢 很多寺庙啊 一直流远 流远历史 你若没有靠过刚才我这样历史的研究 你都不知道 你以为佛塔就是这样 那很多寺庙为了经济的理由 让幽民届众生住在这里 或是家人亲戚的骨灰放这里 所以这个变成华人式的佛塔 这是台湾花园祥德式的佛塔 我举个例子 我们石头山也有佛塔 讲个故事给他听 我们佛塔里面第一层最高层 当然是佛像放在最高 然后第二层 第三层 我们石头山的浮海塔 上面是佛像 河像的背后 我们建了一个小的房间 是老和尚住的 就是我上次讲生病的那个老和尚 第二层是出家中 男中跟女中的骨灰 第三层是在家居士 我们有一个护法居士 他非常喜欢山上 大概他有善根 一放假就喜欢 平常我们家住地下室的疗房 他每一次就说 师父 我可不可以住去那个塔 我们说不可以 他说让我住住看吗 我很喜欢 那么亲近 我好想在那边禅修 我们说一二三次不可以 到最后他说 师父 我就请你住吧 我那个老和尚说 好吧 你住你就知道吧 结果他住了以后 晚上就睡在旁边 突然有人 打他一把掌 然后踢他一掌 然后他想奇怪 然后打开窗户 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呢 待会儿蚊子呢 又飞过来 飞过去 然后睡到半夜一个小时 又啪嚓 又被人家踢上墙下来 第二天他说 师父 我下次不要去住那里了 我就跟他 早跟你说吧 佛塔只有清静比丘可以住的 你在家居士是没有这个功德力的 你可以去沾养 你可以去烧香 但是晚上不要住在佛塔里 因为佛塔本来是放佛的设立跟经典的 不是放骨灰的 各位 那有人说 哎呀 师父 我们家人往生以后呢 我把骨灰放那边 那他早晚听到木骨城中 起码有一些结善缘吧 这也是事实 但是佛教要经营骨灰塔 也太过商业化 而被人家社会人批评 这个应该值得去检讨 好 讲完了这么多 告诉你 塔代表什么 注意 代表你的自心 代表你的佛性 塔代表你的自心 代表你的佛性 所以过去多宝佛塔现前表示说 它证明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如来藏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我用塔来显现而已 塔在宗教上只是叫做 symbolism 象征的主义而已 好 接下来再看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请看经文 人二 探经分二 诡一 旧法略探 佛对文书施力菩萨说 是法华经在无量的佛国土中 乃至名字不可以得文 何况有人见到了非常欢喜 授词读诵书写 为他演说 这是佛力加持 这也是你的善根深厚 的的确确 在无量的佛国土中 名字都不可得文 你要闻到法华经 要听到佛说法 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五卓二世里 是因为释迦摩尼佛的大悲怨心 为无量的佛国土的一切众生 不单单娑婆世界 宣说大乘妙法莲华经 这是很殊胜的 我们应该珍惜 接下来 鬼二 约辟广碳分二 几一 不与诸意 不给他保诸的辟欲 几二在哪里呢 请翻开六十二页 先让你知道一下 几二在六十二页第十三行 与诸辟欲 也就是下面呢 会用两个 用一个辟欲来说 给保诸跟不给保诸 知道吗 这是不与诸辟欲 翻回来五十九页 在有一个联友跟我说 问了一个问题 师父 法华经有七个辟欲 可不可以请你解释 其中法华经 安乐行辟欲的 不给诸辟欲 就是国王头顶上的保诸辟欲 我现在就讲 至于其他六个辟欲 很抱歉 我一讲的话 那大概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 大概要申请Visa 住新加坡才有办法 因为我只有签证两个星期 新加坡的政府非常聪明 希望我们来 shopping shopping more shopping 但是他不会让你 permanent resident 所以我没有办法介绍七个辟欲 不是我不想讲 而是讲七个辟欲的话 整是讲整部妙法莲华经 但是七个辟欲里面的一个辟欲 我今天讲 保诸辟欲品 好 请注意听 请看科派 几一在五十九页 不与诸欲分二 丑一 利欲 就是做一个比喻 formally I 对不起 I dedicating the examples 他下面用五个做比喻 第一个 人 人衣 微服诸国欲 请看经文 释迦牟尼佛对文殊菩萨说 譬如强力的转轮圣王 他像一个国王一样 他有大威德势力 想要扩充自己的国土 降服各种各个小国 在印度时代 释迦牟尼佛旁边也有八大小国 释迦牟尼佛是属于释迦族的一个国 他的爸爸叫靖范王 所以他的辟语说 若有一个转轮圣王 想要降服很多小的国王 而统一为一个国王 仁二 小王不顺 可是呢 其他的国王才根本不愿意 为什么要给你并吞呢 那是不可能的 仁三 这时候国王就起兵讨伐 使转轮王 起各种种种的军队 训练种种的军 然后呢 当然这是杀业 而呢 往讨伐各个国家 再看过来 六十业 结果他呢 吟四 有功喜赐 就是说 王看到了所有的兵呢 很认真的在作战 然后降服了这个小的国王 所以打仗以后有功勋 他就非常欢喜 那就像中国一样 你看秦始皇要统一天下 最后呢 他不但杀功臣之前呢 他还不是有赏赐吗 同样的印度国王也是这样 当他打赢的时候呢 他就会回来 然后随功赏赐 有些给天才 有些给村落 有些给衣服 有些给庄严身上的各种工具 有些给各种种种的 珍珠 玛瑙 金银 琉璃 车取玛瑙 珊瑚 虎货 这是七宝 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 象马车圣是指交通工具 给他 当然以现在来讲呢 那国王大概给人民是BNW 古代是象马车圣 那这个奴碑人民 这是国王的赏赐 银武 他什么都给 但是啊 只有一个东西不给 就是国王宝冠上的明珠 他不会给 叫做为不与珠 为祭中的明珠 他是不轻易给别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明珠只有一颗 国王的宝冠上头顶 有一颗明珠 如果把这个明珠给别人的话 那国王旁边的皇后 或王太子 或文武百官 一定会吓一跳说 你都没有给我 你怎么可以给别人呢 一定会大惊小怪 这是一个辟语 接下来再看 法和六十页三十二行 把辟语跟佛法结合起来 所以英文叫 combining examples with the Dharma 这叫法和 这是古汉文 那怎么合起来呢 看六十一页 银医和威福诸国 温书施力 释迦摩尼佛如来也是如此 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如来 也都如此 他以禅定跟智慧力 得法国土 妄于三界 请把这个字画起来 这个当动词 妄当统治用 各位新加坡的领友 汉文要加油 像诵经里面 我有告诉你 普贤行愿 威神力 有时候普贤恨愿 或是呢 利乐一切众生戒 我说我念 利要一切众生戒 它说是破音字 当动词用 所以这里面呢 得法国土 他以佛法教育一切的众生 妄于三界 妄是统治于色界 欲界色界跟无色界 这是如来 如来有什么功德力呢 有禅定智慧力 接下来 可是各种魔王啊 是不肯顺服的 这里的魔待会会介绍 为什么呢 魔王呢 是不接受佛的这个教化的 常常跟魔 魔常常跟佛 故意对立跟做挑战 接下来 明三 何起兵讨伐 所以如来呢 就派遣各种 贤圣诸将 与魔共战 那结果呢 其有功者 寅字 就是何有功 喜赐 就说这些呢 降魔以后呢 这些人都有无量的功德 心也非常地欢喜 所以佛就为在家出家 四众弟子 说各种各种的经论 让他心非常地喜悦 也赐予他禅定 卸脱无漏的五根五粒 七菩提分 三十七道品 无漏的漏是指没有烦恼 根粒这里等等 是指三十七道品 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三十七道品 详细在大制度论里也有写 是大臣跟小臣都要修的 诸法之才 一切所有佛法的功德法才 甚至佛也赐予一切人 有涅槃之城 说方便地说他灭度 这就是化成批育品 所以说这些呢 这个僧文啊 原觉呢 事实上他没有就近成佛 可是佛呢 也善巧地方便说 他得到灭度 可是到了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佛就回小向大说 其实啊 你还没就近成佛 你还要发大愿 继续努力的 所以引导其心 另结欢喜 但是唯独 引武 何为不语诸 而特别特别的 不会对 不契机的弟子 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依中国的五十叛教 佛刚开始是讲 华言经 最后呢 方等经 讲阿含经 再来方等经 讲很多很多的大圣经论 包含介绍 要师佛国土 阿弥陀佛国净土 五方佛净土 也叫上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很多很多的 到佛灭度的倒数第二部经 才讲妙法莲华经 可见妙法莲华经 注意 你们看起来只有七个辟语故事 其实故事的背后是非常非常深的 你看我光一品都可以讲七天 对不对 每个字它的毅力是非常深的 所以佛不会轻易为不契机的人 讲妙法莲华经 可见妙法莲华经是佛 国王头顶上的明珠 所以也像如来的这个摩尼宝珠 接下来再看六十二页 几二与珠辟喻 那请看丑一在六十二页第十四行 再举例 文殊师里就像转轮圣王 看到所有的军队 有很大的功德 打战赢了 非常的欢喜 可是用这种男性之珠 藏在头发当中 绝对不会轻易的给别人看 可是今天佛要灭度了 要在讲涅槃经之前 佛欢喜的以所谓叫做 集大法骨 转大法轮 欲大法乙 演大法义 佛敲很大很大的骨 佛像下语一般 然后佛出广长舌相 佛用神通遍复无量无边的世界 目的就是要演大法义 为众生讲原顿的成佛之法 叫做妙法莲华经 所以佛在释迦牟尼佛也说 过去是他跟很多的师兄弟 都在不同的佛座下学佛法 但是他因为遇到了 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修的功德是非常快的 所以他可以变成 贤结第四尊佛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讲法华经 算是原顿大法 甚至你修法华经的人 在这个方便品里面呢 都会有说 若有人发心 对没错在第二品 方便品里面说 若有人啊 他想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度众生他要有语言 可是呢他没有这个条件 假如他一个人在深山里 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他昼夜送妙法莲华经 他也是大乘菩萨 我再讲一遍 这一段很重要 是说若有人发了菩提心 他想度众生 但是他没有缘 他在深山或蓝若里 为了利益众生 他每天昼夜送妙法莲华经 回向给一切众生 他也是大菩萨 可见菩萨的定义 是在你的心 并不是说你在都市里忙了呢 跑来跑去脚跟不着地 你就叫菩萨 或许你的心是杂染心的 所以当然有些发愿 他跟众生有缘 就可以讲经说法 但是呢他若跟众生没有缘 他要换另外一个方式 再举一个例子 民国时代 印光大师 被证实为是 大势至菩萨化身在来的 他第一次讲经的时候 他的相应很重 虽然他在上海 做过上海 护国习灾法会 讲了七天的经 可是他讲完经以后呢 有些人欢喜 有人听不太懂他相应 后来呢 印光大师就觉得呢 哎呀我这辈子 没有讲经说法的缘 因为我口齿不清 相应很重 别人呢 听到我的经没有生欢喜 所以他就改自用文字 杜众生写信 所以形成了 所谓印光大师文操 所以可见 杜众生是要很多功德力的 所以佛要讲这个 一生很难信的成佛之法 也必须要众生的根系成熟 接下来看丑二 法合 如来亦复如是 于三界中 于色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中 为无上的大法王 用各种清净的佛法 教化众生 一切的众生 他呢 有正知正见 做贤圣君 跟五音魔 烦恼魔 死魔共战 所以他透过戒定慧的功德 降服了五音魔 烦恼魔 跟死魔 所以有无量的功德 他可以灭毒 贪嗔痴三毒 出三界六道轮回 而且可以破除一切的魔王 二时如来亦大欢喜 说此妙法莲华经 能令一切众生 都得到一切的 成佛种志的智慧 可是啊 一切世间的人 或者有各种怨恨 或男性之人 他若呢 福德因缘不够的时候呢 佛是不说的 现在 先所未说 就是佛一生的弟子 跟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将近四十年 佛都没有讲妙法莲华经 直到呢 在佛要灭度之前 因缘成熟的时候 佛才讲这一部经 而尽说之 好 请看 那这一段里面 我要补充一些资料 好 想到魔 我觉得现在的人 学佛常常都是 疑神疑鬼的很多 这是真的 越是末法时代 越是人类的物质文明 非常的发达 可是我们对真正的呢 宇宙人生的真理 若没有学习正法 是不容易去判别的 这边就有一个联友说 师父 我最近当闭着眼睛的时候 总会出现一个影子 一个长着披肩 续着两撇胡子的男人 看起来第一个 我觉得像耶稣 但是我本人已经归一三宝 后来猜一猜 他的装扮大概像蜜乐日巴吧 你挺会想象的 可是本人又不能逛过 嘎举派的顶 现在听闻师父的叫法 这是什么孤魂野鬼 要求本人协助吗 请问这个佛像的头像是谁呢 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是像谁 不过我确定的这是幻境 第一个你怎么会觉得 他是耶稣 你怎么判断 第二个你为什么觉得 他是蜜乐日巴呢 假如是蜜乐日巴 真正来加持你的话 他显现的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不会模模糊糊的 所以这位弟友 这位脸友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答案这是幻境 不要理他 你继续念佛 念心经 他就会走 如果假如他又再出现 那假如你可以跟他沟通的话 那可能是幽明这些众生 有求于你 那时候你才帮他 你现在的这个 以我所理解的 你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幻境的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请问传单上 常常介绍法师叫做 上心下红法师 请问上代表什么 下代表什么 这个是中国佛教才这样 上代表上求佛道 下代表下化众生 代表发菩提心 上求下化 但这个也不用去执着 为什么呢 因为西藏的人并不讲这个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法师叫印海法师 印章的印 大海的海 结果有人呢 把他的字印写成很头印的印 所以就上印下海法师 上面头很印 下面掉入海水里 接下来看幻灯片 所以可见啊 介绍一下净土中 念佛要有波周三魅力 净土不是只有五经 净土有无量无边的经典 有一部经是讲 般若跟念佛的关系 也曾经是我的硕士论文 他讲波周三魅需要有三个力量 请各位可以简单抄一下 第一个 佛力 第二个 法力 第三个 自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Dhamma or concentration The power of yourself 佛力加持 我们常常要发愿求佛菩萨 比如你念佛念咒 就是佛力加持 但昨天我也讲 昨天跟前天讲 一切不离开为世中的寺源 所以法就叫圆三魅力 可见止观很重要 所以我下一个在佛总讲的是讲禅观 会比较深 所以我们常常诵经打坐 你所缘的就是法力量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第三个 你要有自己的善根 要有自己的信愿行 信愿行不是只有净土宗 广义的大乘佛法都要有信愿行 那你怎么升起信愿行的力量呢 要常常忏悔业障 常常居居福德之良 这三个力量都很重要 注意 三个力量具足 你才能够往生净土 在中国偶义大师里面呢 是认为呢 这三个力量都很重要 所以讲信愿行的时候 要有六信 可见他强调自立 西藏是强调佛力 跟上师跟传承的力量 那到了东密里面以后 那天我讲 只念尿法莲华经 一句经题就能成佛 也不能说错 也不能说完全对 就像我那天比喻吗 不是粽子吗 拉起来 你要那个头 结果你把它剪掉 其他二十八品都不要 那懂得呢 你拿到的只是呢 粽子献而已 所以任何一法 大乘法 金刚乘法 或南传法 都要佛力法力自立 就算南传佛教 他也要拜释迦牟尼佛 他也要诵巴力文经典 这是法力 他也要靠自己的修行的力量 这个三个力量 才能够超越魔障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什么叫魔 看这里 魔是指情人言杀者 凡是可以夺去修行人 所有的功德法财 破坏你的法身会命 都叫魔 什么叫做魔事呢 如佛以智慧功德 度脱众生 它是以让众生 正如涅槃为主要 魔呢 反过来讲 它是要破坏众生 让你生死流转 假如能安心半道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所以你必须要明辩魔事 所以西藏有一个谚语说 佛法越兴盛的地方 魔越多 这是真的 台湾也是如此 你看台湾佛教这么多 但是我们台湾的政府呢 真是也是一片混乱 阿弥陀佛 对你们大家都知道吗 我真的是阿弥陀佛 就不用说了 你看这个宝岛 有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 慈激功德会 但是我们也呢 政党之间也是勾心斗角 所以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各位若你欢喜读 金刚经的莲友 也在听我 金刚经破空论的莲友 我应该鼓励你 再进一步念 魔喝般若波罗蜜经 或读大制度论 为什么呢 听好 不是金刚经不好 而是我们现在众生的根性 比较差 金刚经里面有讲到 好几个重点没讲到的 第一个 如何降魔 这里没有讲 在般若经就有讲 第二个 如何正道不退转 金刚经没有讲 还有如何正道 空无相无愿 叫三三昧 金刚经也没有讲 可是在波若经就有讲 所以将来有缘的话 我们商业经社有印 波若经跟各位结缘 然后有三十卷波若经 是纠魔罗舌大师的 我们现在再整理十卷波若经 若有因缘 我将来再跟各位结缘 所以俗波若经 非常非常的重要 读了波若经以后 应该很欢喜去读大制作论 接下来再看 对于魔 是什么态度很重要 一 特别对禅修人而说的 因为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一些身心变化 所以你要了解魔障 这是真的 第二个 听好 讲魔不是像一贯道讲的魔考 不对 动不动 你的魔考又来了 也有很多小朋友问我 看了很多哈利波托 师父你有没有魔法 我摸着他头 摸你的头 我有佛法 现在小朋友 你看用魔戒 对不对 你也知道魔戒电影 全球 我也看过魔戒 我也看过哈利波托 所以满个小朋友都想说 师父像 灯 师父像一个外太空人 就有魔法 不 我有佛法 我没有魔法 我没有魔法 恐怖的漠视主义 第三 也不是外道徒 所讲的魔考 注意听 一切的力量 是由你主宰的 不像外道讲的魔考 是一切由外在的天神 或上帝所主宰的 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特别清楚 第四个 真正的魔障 来自于是 恶业 跟不清净的妄念 不清净的心念 这个才叫魔 比如说妄想 分别 持久 占有 忧虑 牵挂等等 不清净的念头 接下来 今天我要介绍 灭乐热巴的正道歌 就是魔的本质 也是无我的 是空性的 魔有四种 请看 第一 叫做烦恼魔 就是你的贪嗔痴慢疑 第二个叫 因入戒魔 就五阴 十二入十八戒 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会觉得气动 然后你看到什么 其实那都自然的现象 你了解它了 你就不会着魔 第三 死魔 我们面对 每一个人都会死 死亡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障碍 我们魔 在中国字 也叫做折磨的意思 第四个叫 欲戒天魔 一 烦恼魔 像什么呢 我时间真的有限 我赶快讲 就好 像大制度论 魔和眼里面 第一个 欲望是魔 二 忧愁是魔 饥渴是魔 触爱是魔 执着身体的享受 睡眠睡太多 也是魔 不畏 怀疑 供高我慢 称惠 喜欢明文立养 很虚伪 自高 轻视别人 如是等等 淹没所有的 出家人 修道人 这个都是魔 所以 我常常说一句话 你说鬼很可怕 人更可怕 你不觉得吗 色鬼 酒鬼 小气鬼 吝啬鬼 毒鬼 什么鬼都有 而且是鬼头鬼脑的 可是我 释迦牟尼佛 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龙树菩萨讲 我要有禅定 智慧的力量 才可以破除魔君 而成就无上的佛道 所以杜托一切众生 所以无上菩提的助缘 至少要有几种 第一个 物质的助缘 饮食物质 饮食衣服 握具汤药 第二个 精神的善缘 你要清净 良师 益友跟好环境 尤其是良师很重要 在这个问题里面 有好几个也问说 师父我们学禅修 是不是要清净善知识 对 最好 第二个 在新加坡 也有很多禅修的道场 你就去参加共修嘛 共修 发生的状况 起码师父 他会教你 脸友会帮助你 然后你一个人不懂 那你随便做 有一些状况 你没有办法处理 并不代表禅修 每一个人都会着魔 听好 不了解幻境 把幻境当真的 才教会着魔 你真正修得好的话 魔都会对你很恭敬 所以要找有道风 跟学风的地方修 第三 修持的主要因缘 要身心没有障碍 而且正念正知 还要有精进波罗蜜 你才能够超越魔 这是第一个烦恼魔 第二个 因入戒魔 五因十二入十八戒 第一个比分叫 五因赤胜苦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 淫欲心很重 这个也是魔 你的称心很强 这个也是魔 要忏悔 第二个 动不动呢 讲恶口两舌 人我是非很复杂 这个也是魔 第三个 内外的环境 障碍重重 这个也是你的业力 而显现的魔障 这是第二类的魔 第三个 死魔 死魔就比较难 死魔会中断你的生命 让你无法修行 比如说在北传佛教 当你临终住念的时候 假如你是过度昏迷 或神事不清的话 那你是没办法 往生极乐世界的 人家帮你念 住念住念 只是提起你帮助正念 可是如果你自己不修的话 你还是没办法 所以过度昏迷 或神事不清 这个也是死魔的一种障碍 第三个 在藏传佛教里面 纳洛巴六法里面有 婆娃法跟临终千世法 这个若有因缘 这是很高的教法 你也可以学习 它也是超越死魔的障碍 乃至于第四个 中阴生救度法 以及梦于节 这个也是要超越死魔的障碍 但这些教法是比较深 你必须要一直 有传承的上师去学习 在这里我只是让你知道知识而已 好 看一下 欲界天魔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他在降魔的时候 在看你的右下角 天魔呢 他非常的不高兴 他不希望释迦摩尼佛走 所以他就派了三个妖女来见他 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其实这个就是呢 以贪心相应来障碍佛 佛说你们三个虽然很漂亮 可是在我眼光里面 你们像骷髅一半 佛这一吹呢 他们三个人就立刻变老了 然后啊的一声就躺下去 然后就不见了 佛就详了贪心的淫欲魔 再来呢 魔王非常的生气 出动了千万魔君 然后射箭 对不对 像跋山倒水啊 有点像魔界电影里面那个 全部来 结果呢 释迦摩尼佛 进入了雌星三昧 所有的魔王射箭 通通变成莲花 这是降伏称星的魔 第一个是贪 第二个是称 第三个呢 魔王很不甘心 结果呢 他通通变了一个 这一段哪里演得最精彩呢 请各位去看小活活的电影 Little Buddha 你没有演 在佛要最后降魔的时候 魔变得跟释迦摩尼佛 一模一样 就抓着他 释迦摩尼佛 你跑不掉了吧 佛陀笑一笑 他说我没有我 我怎么会怕你呢 他说你看 你现在就被我抓住了 他说我都了不可得 你是不可能伤害我的 那时候魔啊 一声就跑掉了 所以 这时候他说 大地罪我证明 然后阅读明星 释迦摩尼佛就开悟了 所以三个魔女代表贪 千万魔君代表撑 最后魔王献身代表吃 可是释迦摩尼佛怎么降魔呢 是无我而降魔的 你看 这个是我在菩提迦也 这个宁玛巴的雪千寺里面的壁画拍到的 非常非常庄严 这是画金色的 所以你看 佛呢 在那莲花当中呢 都挂满 就是天上都吊满了各种是莲花 所以你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至于你要怎么样降魔 以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 有五个方法 各位有愿可以去看 第一个 破合过去你的修法 继续念佛念咒 第二个 对峙你的烦恼 你看你贪嗔痴哪个强 去对峙 贪心重的 修不敬观 白骨观 称心重的呢 修慈悲观 于痴心重的修念佛观 或因缘观 第三个 随着个人的喜好 选择安心的方法 去调适自己 也可以请教善知识 第四个 也可以按照禅经 固定的秩序去安心 最著名的就是久住心 第五个 发愿 为了悟道而就 好好的专修禅法 接下来看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佛的 也是降魔的图 这个是浮雕 好 你看 前面的魔呢 跟骷髅呢 都在跳舞 可是释迦摩尼佛 都如如不动 接下来 当降魔的时候呢 你看 所有的魔王 拿着各种刀啊 砍啊 可以所以告诉各位 你真正修禅修的时候 漂亮的魔 跟恐怖的魔 真的都会出现的 可是你要知道什么 那都是如梦如幻 像彩虹一般 像电视一般的 好 接下来 在没有介绍之前呢 我先剪两个故事 一个是智者大师 一个是密勒日巴尊者 再介绍密勒日巴正道歌 中国智者大师 弘扬妙法莲华经 住在天台当时的时候 曾经三次降魔 有一次他在禅修的时候 第一次在祖禅修的时候 在禅定中 他突然看到了爸爸妈妈 从天空中飞过来 儿子啊 你还记得我吗 修行那么辛苦 你放下吧 爸爸妈妈很想念你的 他这时候想 不对 我的爸爸妈妈 早就过49天 早去投胎了 他投胎的世界 也没有神通力来到这里 他就知道这是魔 所以他如如不动 这时候呢 他就是想 魔就是想用 儿女的情长的心呢 去干扰他 所以他知道说 这个是假的 然后魔就跑了 第一次想魔 第二次 智者大师又在打坐 送完法华经以后禅修 后来他说 徒弟啊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老师 我是你的师父呀 对不对 他想 我的师父是会师大师 早就已经证悟 往生呢 法华会上的净土啊 然后呢 他就睁开眼睛看一看 光又暗暗的 他就觉得这个不是 这根本不是我师父 因为我师父来 不会用这个方法来的 然后呢 他魔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魔又跑了 第三次 这魔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变成非常恐怖啊 打雷啊 下雨啊 然后要杀他 这时候智者大师呢 就念心经 般若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一直念 然后观诸法石像 那个魔啊 就不见了 所以呢 第三次他就正式降魔了 那这个降魔塔 在中国大陆还在 现在在不在 我知道 古代是还在的 智者大师三次降魔 蜜勒日巴也是这样 蜜勒日巴有一次 在这个山崖里面呢 他也是在禅修 他很专心地在修 上师教他的禅修 结果突然他觉得 冷嗖嗖嗖的一风啊 咦 怎么有东西进来了 然后呢 他在山洞里面 他看一看 怎么有五对眼睛啊 净里咕嚕 净里咕嚕 在那边转来转去 他就想说 哎呀 这个好 大概是魔吧 这时候呢 灭了日巴呢 就觉得说 奇怪 这些人呢 为什么没事 跑来做什么呢 然后呢 开始呢 他就开始 截起手印 然后呢 就念 愤怒本尊主 净里咕嚕 净里咕嚕 就念念念念 念一念呢 越念呢 魔呢 那个眼睛放得越亮 他讲糟糕 这一招不对 然后再禅修 然后他用尽各种方法 还是没办法 最后他想 为什么我怕魔 因为有一个我吗 我怕我被魔伤害吗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跟师父学习佛法这么久 我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啊 既然没有我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所以他在这一念当中 思维的时候呢 他就深入了 远起信空的无我 然后因为这样的思维功德力 那魔呢 就跑掉了 所以各位 其实很多人 你们问的问题 都说怎么样怎么样 老实说 你们还没修到出 六道轮回的 那个呢 天魔看一看 反正你贪生枝 还那么重啊 也不会呢 所以他也不会来找你 真正你要出六道轮回的时候 你的禅定功德力 会震动十方法界 那时候魔王才会紧张 因为他的魔功啊 宝座会震动的 像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就这样 以他的功德力震动了魔功 所以你不用担心 魔王没事不会来找你的 因为你的功夫还没那么好 好 接下来请大家跳到 七十七页 密勒日八 正道歌绝聊曲 简单地说 白教的传承是金刚整齿佛 请看幻灯片 这是五方佛的总集体 接下来第一代 白教有五祖 蒂洛巴 蒂洛巴 公元988年到1069年 先看幻灯片 第二代祖师叫 纳洛巴尊者 我去过纳洛巴的圣地 也去过蒂洛巴闭关的地方 一个蒂洛巴闭关的地方 在印度 纳洛巴闭关的圣地 在尼泊尔 很高兴我这两个圣地都去过 第三个是最有名的 蒂洛巴跟纳洛巴 是西藏印度人 西藏人 马尔巴大医师 他是在家居士 他有太太 但是他像旧摩罗舍大士一样 很了不起 所以他是在公元1012年到1097年 接下来他传给他的弟子 最有名的叫做 密勒日八尊者 密勒瑞巴 西元1052年到1135年 大家在77页可以看到 有一个密勒日八的全集 传记包含正道歌 是张成基教授翻译的 张成基是前世第九世 贡格佛爷的弟子 他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他英文藏文都非常好 他也当过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 所以他把全部的密勒日八正道歌 从藏文翻成中文 也从藏文翻成英文 这非常了不起 你上网可以买得到这两本书 我都把书目打在这边 密勒日八他有很多弟子 有褶虫八很多 但最殊胜的是钢波巴大师 我非常喜欢钢波巴大师 因为他把密勒日八搭举派的在家出家 融合成为一体 所以开了四大八小 在钢波巴大师在钢波巴大师之前 密勒日八从第一组到第四组都是以白教 于且世为主 钢波巴大师本身是 噶当巴 后来拜密勒日八做上师 所以在家出家的传承而结合 后来开了四大八小 而第一是钢波巴 就是钢波巴大师的弟子 好 这个是白教的大宝法王 第十七世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正道歌 好 这是白教的三组 就是密勒日八 还有钢波巴 还有马尔巴大师 好 请大家心用心听 我唱一遍给你听 我第一次这样子公开演讲唱歌 然后 但是这个是正物的歌 所以 假如年轻的朋友 古文你看不太懂 你可以看下面的英文 这个传承来自于白教的 竹青加托仁波切 密勒日八曾经发愿 若有人读我密勒日八的全集 我唱我的密勒日八正道歌 或者读我的传记 或知道我的故事 他将来一定度他会成佛 所以 建议各位联友 这次讲座完以后 应该可以到菩提长青 去订这个密勒日八全集 有中文本 也有英文本 对不起 我唱错 呼咙太不太好 重读一次 或许 对不起 对不起 或许你是白教弟子的话 你应该也曾经学过这样的教法 对不起 因为我在法座上 这个灯光是很暗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于此佛是焉附体 神明如地而世尊 术大法创新佛法 鬼神定即之宝珠 众人归敬其胆堂 美与明闻遍世方 美极大师前经理 美极大师连坐前 共进一只银杆路 这无声间大手营 同大里边本来意 一只银杆路